小编写过无数次大一哥的新闻 我并不是大一哥的铁杆粉丝 我只是想用大一哥的事迹来感动大家 让更多的人了解大一哥 和大一哥同样草根出生的明星有草帽姐 瓦尔尼阿宝 但是他们都被曝出身份造假 或者就是出了名之后各种炫富 有谁挣到钱不过好日子呢 但是也不能像草帽姐那样 打着农村人的招牌赚钱 过着富婆的日子 在之前也有人说过 大一哥晒的农村照片是假的 是炒作 用农民的身份来维护自己的热度 因此对她进行攻击 不过大一哥很多时候都没有理会 毕竟喷子啥时候都有 还有之前大一哥 还被一个做直播的女孩蹭了热度 爆发了绯闻 老婆也怕她歉意思迁 所以把自己打扮得挖之招展的 而大一哥则不止一次的声明 自己是出名不出轨 还有说大一哥平时的伙食好 长胖了 大一哥是这样回答的 难道农民就不允许长胖吗 除了这些还有骂大一哥耍大牌的 对于大一哥你们知道吗 大一哥曾经的那件军大衣 拍卖了五万 捐了十万给残疾人士 不愿意寄钱给亲戚 而被亲戚扔砖头打 为了乡亲们自己投资 把靖村公路修好 这些所作所为 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佩吗 不值得是一位